75、《經濟日報》 港股暫停交易次數上限將減半 2015年7月8日錄港股市A12臨辰而報導 香港證券交易所決定從明年第三季起 將市調機制的單日觸發,暫時停止交易次數上限 由原先的四次減為二次,並重新引入收市競價時段 市場人士認為,市調機制對於降低市場大幅波動的作用有限 恆指作七日開高後售六股拖累下跌 中場報收24,975點,下跌260點 連跌三日 新浪財經報導,上述兩項新機制將分階段推行 明年中先在證券市場推出收市競價市段後 再推市調機制,明年第四季在衍生產品市場推出市調機制 市調機制及收市競價機制大致與原先建議相同 但港交所經資詢後作部分修改,在市調機制下 當股價較五分鐘前的漲幅滑跌幅達到百分之十 將實施五分鐘冷靜期,期間緊接受漲跌限價以內的買賣盤 冷靜期結束後恢復正常交易,但在早市及五市持續交易時段的首十五分鐘 以及下午收市前最後十五分鐘,將不會實行市調機制 市調機制含蓋81當行指及國指成份股 報導指出,每個交易日觸發冷靜期的次數上限 由原先建議的四次減為二次 即早市及五市最多觸發各一次 港交所表示,由於香港從未試行市調機制 先採用簡單且干擾程度最低的模式會較為適合 待市場熟悉後,可考慮採用多次觸發 市場人士質疑,即使大陸有漲跌停板制 對緩和A股波動難起思考作用 豐城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王國英表示,市調機制只適用於大市值股票 但這些股票的價格波幅甚為有限 市場人士質疑,即使大陸有限 市場人士質疑,即使大陸有限 雲,為何不在意外